这是一窝竹酸风 我尝试着给它过了香 就得了一点点蜜 这还有两只小风 待会大家来看一下我过了有什么情况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果木 记得前年厦门一位蜂友送我一大桶黄纹酸风 结果我没有给它过香 冬天也没有给它拿起来 就翻到野外 然后这整群风全部冻死了 非常的遗憾 一次前几天我又搞回来一群酸风 这一次我搞的酸风是竹筒里面的 因为我考虑到木头没有那么好聚开 竹筒比较方便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这群酸风已经被我过香了 待会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过好香的风 它的风量有多少 看到密密麻麻蚊子一样的没 那个就是酸风群 天空中还有很多它飞的 这是一个小狠狠 它不懂得进行安稳 幸亏我拿着它一块胶 只要涂在这个门口 不然它连加门都找不到 这就是过好香的酸风 这一边是它的粉跟蜜 已经留出来让它自己整理一下 这个是它的纸 这个是黄纹酸风 它的纸是有点包子的 风王刚才我已经看着在里面了 所以就不打扰它了 幸亏它不用怎么保温的 不敢给它关得太紧 这样来让它进去一下 这么多蚊子一样的在飞 这个是黄纹酸风 蜂王的幼虫大概是成虫的五六倍 它的蜂王也很大 如果拿着我们的中蜂来做参照物的话 它的蜂王相当于有黄角湖风那么大 黄纹酸风跟我们的中蜂其实一样的 它有那个炼朝性的 所以我刚才过完之后那些蜂 它在地上弄干净了它翅膀上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潤潮 不停的回到蜂箱里面 但是因为我这个箱子是新蜂箱 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蜂找不到入口 于是我把它裙里面的胶拿来粘在门口 另外把那个箱盖给它打开一点 待会让它慢慢的进去 但是收到的蜂蜜就比较少 这里面有一块花粉 刚才我给大家看过的 它是一个囊状 然后装起来的很多的花粉 跟中蜂不一样 然后特别的香 吃起来真的好爽啊 口感上有点像烤红薯 但是很香 因为很多的花香 这里面是它的蜂胶 蜂蜂跟那个色胶一起的 也可以吃 而且还可以拿来泡酒 这一点点蜂蜜的话就放在那里放着了 回头的话给它喂回去 等过几天这群蜂稳定下来以后 我再拍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新的一群黄纹酸蜂 在我们这里安家落户以后 能不能够继续的 像我之前那群蜂一样生存繁衍下去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